昨天我们说到有这个小区啊 绿化人员用滴滴味配置洒这个喷洒农药啊 喷洒这个绿植的农药 结果因为这个稀释倍数不够 导致这个居民区里面的居民来这个中毒 十多人十多名居民中毒 而在宝山这边有一条河道 简直是变成了罗宋汤 为什么会变成罗宋汤呢 是有关方面的这个在维护这个河道边上的栏杆 而他们维护的办法是用喷漆喷壶喷上去 以前都是刷油漆 现在是简单了直接喷了 喷的到处都是 以至于河道里面全是这种漆 虽然在这项工程啊 这个招标以及运作当中都特别强调 尤其不能进到河道里面去啊 不能乱喷乱溅 但是野蛮施工就是这样进行的啊 所有人根本不考虑文明啊 直接就拿着喷壶这样乱喷啊 所以这样的工程被人家也拍到照片了 也拍下来啊 也知道了 但是处理结果现在还不知道啊 相信这样的野蛮施工很多地方都存在 而更多的居民会担心这个油漆啊 撒到河道里面以后会不会导致周边的居民生病 那如果居民生病了以后 有没有权利获得补偿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